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那枚丝人印章就在西岩的身上 难怪他们要去绑架西岩小姐 结果误绑了沈曼宁 这么推理下来就能说明白 当时西岩小姐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麻烦 曼宁小姐为什么会被卷起来 如果当时真绑了庄西岩 那么蓝海就 沈曼宁 救了整个蓝海和庄家 那现在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曼宁小姐 是不是就说明私人印章 在曼宁小姐那里 西岩出事的时候 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曼宁 但是我不能确定那枚私人印章 是否流落到曼宁的手里 那 那老大 你去问她呀 我不想让她知道 过去的半年里 她搅在这个漩涡里面太久了 我好不容易平安地把她送出去 不想再让她回到危险当中 可是老大 那印章 这几天我会守着她 我也会找机会问问她 和西岩的最后一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不希望她知道 我们正在经历什么 也不希望有任何的危险 再落到她的身上 方向 你继续筛选 西岩出事当天 所有海外一大出入境人员数据 还有十七年前货车的线索 好 袁顺 你去跟住大洋 大洋是庄家凯的左膀右臂 盯死了她 庄家凯就掀不起什么风浪 等我找到我母亲的私人印章 或许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等到那个时候你再回来 好 好 睡醒了吗 我刚刚还在想 如果第二十通电话 还没有人接的话 下一秒 我就会出现在你床边了 你 你真的给我打了 二十多通电话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昨天晚上喝断片了 你给我打这么多电话 我一个都没有听到 对不起 是认真的吗 昨天也不知道哪一个小姑娘 明明看着我 还一杯接一杯地喝那么多 那 那昨天还有一个人 看着我一杯接一杯地喝 一句话都没有说呢 你身边不是有李慕帆吗 一言心肠 别的男人啊 看到自己的女朋友 跟别的人在一起 人家都会吃醋的 你倒好 你真的是一句话都没有啊 厉害啊你 我需要吃她的醋 你不记得 昨天晚上你对我做了什么 昨天晚上 我 我 我做什么了 我想要你喜欢我 我还想要你爱我 我还想要你呢 你一辈子都在我身边 袁星成 你爱我吗 你觉得呢 我要你说得出来 想起来了 我想不起来 你也想不起来 你什么都没有看到 以后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不许喝这么多酒 无论是谁 林慕帆更不信 还有啊 下来吧 今天 我们约会 颜先生 你今天不上班啊 我 晓晓 乔班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紧紧感的配合 你的小人情 想和你去看的流星 想和你去看的爱是个迷迹 我明知的意义 就是我和你 星成 你知道吗 这里对我来说特别熟悉 我知道 那一天 我们来过这里 不是那天 是在我梦里 梦 在我梦里 也是在这片白沙滩上 你呢 走在前头 然后我就跟着你的脚步 就踩在后面 你还回手过来拉住我的手 你说 我们会永远都在一起的 嗯 星成 等你拿回你想要的东西之后 我们就离开这里吧 你想要去哪里 去哪里都可以啊 有山有河 有星星的地方 反正 只要能离开这些烦恼 不要再陷入在这些纠葛里面就好了 是不是我最近太忙 没怎么陪你 不是 我就希望 你不要太累了 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都能够开开心心 轻轻松松的 不用去想这么多事情 只要你在我身边 就足够了 嗯 那您 我 抱歉抱歉 不好意思啊 打扰你们了 抱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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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辰 怎么 不认识我了 不是 有点意外 意外什么 意外的是我 不是 是 我的酒不是这么轻易能喝到的 那汤小姐这次又想要什么 你 汤总想要我的设计 说吧 这次汤总打算出多少 有进步 我还以为说出这句话 能把你吓跑呢 我是庄稼出来的人 这点小事 还不足以吓到我 不愧是从庄稼出来的男人 同样很有魅力 听说你有意成立个人工作室 我的C令虽然不够奢华 但也算得上是时尚界 称得上名号的时尚工作室 现在 我以CEO的身份 与林总监签订为期三年的全面合作 不知道林总监 是否愿意接任呢 全面合作 你的意思是 我的 就是你的了 唐琳 我知道你很欣赏我的设计 但是你完全没有必要把你几年的辛苦经营 全部都交到我手上 我对我认定的人 从来都不须于为宜 慕凡 你很有才华 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条件都提供给你 帮助你成为国际级的设计大师 但是 你还愿意相信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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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hi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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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